大家端午节安康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端午节可以用的小香囊 这个是我之前打的两个样 然后我们还是用同一块布 这个是一个小香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呢就是上稿了 如果这个小荷包后期会上架的话 大家在这个材料包里面 会找到这个复用的复写纸和硫酸纸 用硫酸纸把这个图案先拓下来 如果说绘画功底比较好的话 可以涂手画 也可以进行自己的创作 然后把周边的这个定位线稍微的画一下 这样方便在布料上面定位 然后把这个硫酸纸放在布料上面相应的位置 把这个布用复写纸称在下面 接着是有颜色的那一面朝着布 然后用笔用力的描 然后用笔用力的描 还需要再用力一点 如果说有不清晰的地方可以用水洗笔或者热消笔再给它加深一下 我之前的话是直接用这个水溶笔手绘的 那我们可以开始绣制了 上一次的小荷包视频的话 有小伙伴留言说镜头太晃了 因为拿着手绷不太好录 所以这次我把这个绷给它固定在大的绣绷上面了 小手绷固定在大的绣绷上面了 这样的话方便也是 然后做刺绣的话也会更快一点 如果说大家想要系统的学习缩绣的话 最好还是买一个大的绣绷 手绷的话只是用于体验和做一些小东西会方便一些 那拿出我们的绣花针最细的这一根 一般给材料包配的都是11号针 比较适合新手 这是我们的丝线已经整理好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绣了两个了 所以已经把它整理好用过了 关于丝线的整理的话 之前那个素问的那个小荷包的视频里面会有 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去翻一下 先抽取最浅的这一色 还是一分为二 因为我们的这次这个金鱼比较小 所以我们这次就要用到劈丝了 先从金鱼尾巴上绣起 我们大概批丝批到四丝五丝的样子 这一步呢可能有点难 如果说一开始做不到的话 可以多练习几次 用手拧一下这个线头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这样分出来 可以数出来它里面有八丝 然后我们数其中的五丝 把另外的三丝分开就可以了 依然是单骨无线 然后不打结 定小针起针 如果说是出血不会定小针的话 可以直接打结 因为这是单面绣 背后看不到 我们绣的时候 可以稍微的超出一点这个画的样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底稿给盖住 先从鱼尾绣起 然后是长短针交错的去绣 跟花卉不同的是 这个不需要戳得太齐 因为这样绣出来的鱼尾 更有灵动飘逸的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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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比刚才的颜色深一色 比刚才的颜色深一色 然后依然是四丝五丝的样子 然后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继续往上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顺便再用这个颜色 把上面的鱼鳍绣一下 依然也是不用绣得太齐 收针就是滴两个小针 然后起针贴着布边剪掉就可以了 那前面两个颜色绣好之后呢 我们就取第三色 这次可以比前面两色 披的稍微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是这就是 优优独播选 直播 光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每个皇清志 最后我给大家看 拿到处理 给大家打赏 我们再讲 这次我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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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金鱼就绣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做荷包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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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